如果有一天你醒来,发现自己被关在一栋大楼里 前每个楼层都住着各有癖好的杀人魔 你会冒险逃离这里吗? 大家好,我是魔女嘉尔 今天给大家带来杀戮的天使这部动漫 影片开始 女主瑞一正在医院接受心理咨询 不久前,她身上发生了很可怕的一件事 然而在她回过神来的时候 医生丹妮已经不见了 自己正处于一栋陌生的大楼 四周还布满了监控摄像头 一走进电梯,就听见广播宣布 身在大楼最底层的她已经成为了火祭品 提示各楼层的人要做好准备 就这样,瑞一从简称B7的地下7楼 被送到了地下6楼B6 怀揣着不安,她拼命寻找出口 路上她发现了一只小鸟 也想带小鸟一起离开 但下一秒,小鸟就被这里的城主残忍杀死了 城主是个享受杀戮的杀人魔 扎克 按照规则,她可以在自己的楼层里 肆意虐杀火祭品 因此瑞一不得不四处躲藏 幸运的是,扎克的脑筋不怎么灵活 瑞一逃了一圈 爱了时间回来 把分身的小鸟 用自己随身携带的针线包 封治好再放回原位 幻想着这样可以治好她 电梯前,瑞一被扎克找到 有惊无险地逃过了她的追杀 来到了地下5楼B5 那里正是之前的医院 她在医院重遇了丹尼医生 但此时的她已经失去了部分记忆 忘了当初需要看心理医生的原因 丹尼无奈地说 大概是有人故意把他们关了起来 当然,这是个赤裸裸的谎言 因为丹尼本人就是这层楼的城主 她没有猎杀瑞一的想法 因为她很喜欢瑞一的眼睛 那双眼睛和她母亲上吊死亡时很相似 敏锐的瑞一意识到丹尼的不对劲 但也来不及了 对方轻松地把她按压在守护床上 准备摘下她的眼珠 她苦苦哀求丹尼放她回到父母身边 结果从丹尼那里 得到了她父母已经死亡的答复 那一瞬间 她借起了那件发生在她家的事 灵魂就此坠入黑暗 一心求死 就在这时 扎克为了继续猎杀瑞一 主动上来了B5层 还一连刀砍死了笑得正欢的丹尼 包括又一次想起 原来扎克越过楼层杀人 是违反规则的行为 因此她也变成了祭品 扎克知道 成为祭品意味着从现在起 任何人都能动手杀她 安全起见必须立即离开 但像她这样的笨蛋 想要逃出这座地底大楼实在不容易 从从中无法打开电梯门时 瑞一居然主动上前 请求扎克杀了她 眼看扎克一心只想赶快离开 瑞一便主动提出 只要扎克肯杀她 她愿意帮她打开电梯的门 瑞一也确实很可靠 猜到钥匙就在丹尼身上 轻易找到了打开电梯的钥匙 扎克一看 瑞一比自己聪明很多 便希望瑞一能带自己离开这栋大楼 被承诺出去后 自己一定会亲手杀了她 立下约定后 二人乘搭电梯从B5层上来的B4层 瑞一问起有关大楼的事 才发现扎克对这里其实也一无所知 当初只听说这里可以尽情杀人 就过来了 B4层是一座漂亮的墓园 坟墓后方有着一个很宅很宅的入口 只有瑞一能进得去 走过长长的走廊 瑞一发现B4层主 艾迪留给自己的信 内容是 艾迪在之前就注意并喜欢着她了 原来自己在这栋大楼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直播给各楼的层主看 层主艾迪得知瑞一想死 更是为她特制了墓碑 资料室里 瑞一发现了一堆人物的档案 里面进入这大楼里 被各层主杀死的活祭品 另外这里也有着瑞一和扎克的个人资料 扎克从她看的资料 却毫无畏惧的言声中产生疑惑 既然那么想死 为什么不自杀呢 瑞一含糊地回答 因为神说不能自杀 在这他们分开时 层主艾迪产上了瑞一 请求瑞一答应被她杀死 正当瑞一想要答应艾迪时 扎克透过墙壁大喊 阻止了瑞一 激动起来还对神发誓 能成功杀掉瑞一的 只有她一个人 瑞一对神有着超乎常人的执念 扎克愿意为她向神发誓 让她特别感动 于是示意扎克 打破墙壁进来救她 在那一刻 她认定了扎克是唯一能杀她的人 最终在瑞一的帮忙下 扎克成功杀死艾迪 让她涌眠在原本为瑞一挖好的坑里 两人来到了B三层 掌管这层的 是一个以虐待他人为兴趣的女人 凯西 她在大楼里设置了各式各样 用来惩罚人的机关 让头脑简单的扎克 在这里吃了不少苦头 在瑞一解开机关救了她后 又一次因不听瑞一劝告 害了瑞一和她一起被关到了毒气室 经历了先前的事 扎克不自觉产生了保护瑞一的举动 她会想把唯一的仿毒面具让给瑞一 在两人逃出去后 也好好配合瑞一的脚步 给她适当的休息 凯西一直有在看直播 清楚知道他们之间的约定 便讽刺他们表面上看似伙伴 实际上只是相互利用的道具而已 事后 二人被迫参与凯西设计的游戏 游戏像家家酒一样 有模型屋 有小人偶 由瑞一负责解题 给出提示 再让扎克操作人偶 去演出家家酒的剧本 然而 剧本完全是朝着扎克的 童年记忆而来的 年幼的她 被母亲丢到了一家 非正规的孤儿院 没有食物吃 每天只能吃垃圾 由于那里经常有小孩死掉 所以身体强壮的扎克 就被院长夫妇当成了 处理尸体的道具 经常逼迫她去挖坑门石 一天 月长露睡前忘了关电视 扎克意外从那里看到了血腥恐怖的剧集 学会了如何杀人 在杀掉院长夫妻后 扎克从痛苦的生活里得到解脱 从此对杀人产生了依赖 尽管有些痛苦 但扎克还是完成了任务 二人继续来到下一个关卡 凯西交给他们两人各一个药剂 一个是维他命剂 另一个是非常危险的药 唯有把药全部打入身体 才能进入最终关卡 瑞伊害怕 要是扎克死了 没人杀自己 便建议两只针都往他身上打 这让扎克听了很生气 认为凯西说的没错 他们两人都是对方的道具 但不知为何 他倒是觉得自己继续被瑞伊利用 也无所谓了 就这样 他把两只针扎在了自己身上 这样的行为 让瑞伊悟出了一个道理 他们谁也不是谁的道具 药效开始产生作用 原来那是一种会使人产生幻觉 丧失理智想要杀人的药 药物作用 让扎克想杀了眼前的瑞伊 但中途被凯西开枪打断 原来凯西想看他们这对伙伴自相残杀 所以公平喜见也给了瑞伊一把枪 然而 瑞伊做出的决定是宁愿被杀死 也坚决不对扎克开枪 这么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想死 而是他要坚定地提醒扎克 他们不是任何人的道具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由自己的意识决定的 瑞伊的话语 相当于肯定了扎克作为人 而非道具的存在 作为报答 他把镰刀捅向自己 事实的总相全然打破了凯西的预期 趁扎克奄奄一息的时候 他准备对他用刑 直到他断气为止 瑞伊举枪阻止 但凯西给他的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逼于无奈下 瑞伊拿出藏在自己包里的枪 开枪保护了扎克 最终 凯西被爬起来的扎克砍死 二人组又一次成功通关 通往B2层的电梯里 扎克问瑞伊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为什么会有枪 对此 瑞伊回答得很含糊 因为他自己也记不起来 但此时此刻 他并不迷惘 因为有个很可信的伙伴在自己身边 然而现实总是残忍的 扎克因为伤得很重 血流不齿 瑞伊必须独自奔走 为他去找子血迹 B2层是一座很大的教堂 曾主示威神父 他对瑞伊的过往一清二楚 为了要瑞伊忏悔 他设计了各种精妙的暗示 希望让瑞伊想起自己犯过的罪 但瑞伊一心只想救扎克 忽视了神父的所有苦心 于是神父现身 告诉他 这里只有丹尼医生的B5层有药 并说自己有办法带瑞伊下去 条件是 瑞伊必须接受他给出的试炼 瑞伊答应了 出发前 瑞伊去向扎克道别 扎克自知自己连拿镰刀的力气也没有 便让瑞伊也下到他的楼层 去他的房间里取出一把小刀 画面一转 瑞伊和神父出发前往B5层 因为吸入了神父特殖的烟 瑞伊开始出现幻觉 幻觉使他在每一个楼层里 都看见一堆阻止自己的人 而面对这些碍事的家伙 瑞伊无视他们的哀嚎 出于本能把他们杀光了 这一切 神父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很快的 瑞伊来到了B5层开始寻找药物 因为意外跌倒受伤 外界的刺激解除了瑞伊的幻觉 但诡异的是 所有的药物都不见了 瑞伊万分着急 只能试着前往扎克的楼层 寻找包扎伤口的绷带 迷糊间 扎克不自觉回忆起自己的往事 当年杀掉院长夫妇后 扎克获得了自由 但因为没有受过教育 他不认为杀人是不对的 反倒觉得杀人可以解决问题 当晚 他为了给自己找地方过夜 就杀掉了路过的女车主 在他的车里睡觉 次日 一个路过的老爷爷发现了他 但老爷爷是个瞎子 没看见他身上的血液和刀 从严谈间 发现他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便把他接回了自己的家 分给他食物和住处 这是扎克活着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的善意 但就在深夜 他突然又感到了不安 于是 他是在以杀人解决问题 但随手杀了路人后 他发现自己的不安没有消散 只能无奈的回了老爷爷家 当老爷爷问他 为什么身上有血腥味时 他坦诚告诉老爷爷 自己杀了人 结果善良的老爷爷 什么也没说 只留了张纸条 让扎克好好休息 便出了门 这一去 老爷爷很久很久都没回来 纸条上虽写着 我去买好吃的面包 在这里等我 但扎克不识字 压根看不懂 下一次认为 老爷爷抛弃了自己 上席的走出家门 扎克才发现 老爷爷其实是在路上 遭遇了截杀 永远都回不来了 这让扎克特别难过 他找到了凶手 报复性的杀死他们 从此变成了一个 不折不扣的杀人魔 究竟这栋大楼里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任意丧失的记忆是什么 以上为杀戮的天使上半部的解说 如果你喜欢这部视频 欢迎订阅频道和打开小铃铛 获取下半部解说的通知 我是魔女佳儿 我们下期见